为了争取台东人的交通平权 国民党立委黄建兵 11号上午在立法院质询时提到 飞机票价问题 台北到台东的来回机票是4920元 相较近期台北飞澳门的来回机票 包含飞机餐约5818元 两者间相差不到1000块 更指出如果看单程票价 台北飞台东比台北飞澳门还要贵 无奈的是机票不止贵 还常常买不到座位 带你来看一段当时的质询画面 黄建兵强调除了票价值的讨论之外 机位其实也常常为人诟病 因为一碰到廉价出油潮或天灾阻断道路 台东人甚至有钱也买不到 像他自己尽情也遇上买不到机票的情况 是否有机会让涉及在台东的居民 给予机票优惠及座位保留 对此交通部长李孟燕表示 花东航线经营面临到铁路挑战 成本与经济规模都有下跌 交通部会持续针对此事研议 尽力改善状况 但交通部这样的说法 台东民众是否买单 有最新的资讯也将为您做更新报道